深信台湾是朋友 英国国会时隔16年再次筹组官方团访台 对谈议双方而言意义重大 周五上午英国国会下议院外委会 也副总统府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英国国会访团在11月29号抵台 先后会见了外交部 行政院 总统府等 也将在周六离开台湾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份子 会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也相信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 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 现在台英双方的贸易政策 供应链合作以及强化经济韧性等议题 已经展开策略性的合作 除此之外 目前有超过30家英国离岸封电业者 在台湾设立营运办公室 而英国国会访团来台行为 也引发了中共跳脚 中共驻英国大使馆11月30号表示 这是违反一中原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外媒路透社报道 外委会主席柯恩施 回应中共声明说 民主政体之间进行对话 是完全正确的 虽然中共通过制裁英国国会议员 来关闭对话 但我相信 接触并倾听印太地区朋友的意见 很重要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冠林曾心敏整理报道